一塊塊鹽酥雞放進熱鍋油炸 加入九層塔提味 香氣馬上撲鼻而來 金黃酥脆的國米美食 咬下去口感細緻 特別的是素食者也能吃 吃下去的時候 那感覺很像真的一樣 他跟我講這是全素的 讓我覺得很shock 很意外這樣子 它是全素料理 都是沒有蛋沒有奶 主要是想說 讓更多吃荤食者 可以喜歡上素食的料理 為了推動素食減碳 食品業者創意多 再看看這一道素食版刮包 麵餅上方鋪的是 一大塊的仿真肉排 不但滷得入味 也能換個口味 改方面長做的煙燻烤鴨 我拿上我的包 OK 而全素強調無蛋無奶 想不到蛋餅也能做到 該用豌豆做的植物性蛋粉 替代雞蛋 那豌豆蛋白 它其實是非常好的營養素 第一它有九種氨基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肌肉維持 然後第二它有非常好的膳食纖維 它還是會有一點口感上的差異 但是它的香氣是跟蛋很像的 但它沒有腥味 根據統計 台灣有三百萬人吃素 商機上看六百億元 數量逐年增多 無肉經濟興起 食品業者不斷創新改良 也讓素食料理越來越豐富 民視新聞鄭竹云 陳盛翰台北報導 不會和平凡 是未成忘 兩百萬人自然 這次 有 我的 н 是萬能